飞机跟细晶圆到底要选哪一个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都要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品君 欢迎季老师 品君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股虽然小跌 不过细晶圆族群非常的强 而且我知道老师 你手上有股票 涨停了是不是 合金 对是 那后续盘是我们要怎么观察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今天 就是很多投资朋友看到大盘 好像开高 慢慢走低 好好害怕 但是像你有在我们群组里面 我在昨天的Telegram里面 下午3点27分 我就告诉大家说什么 我先帮他预袭了 预袭说 我认为明天的盘是 因为是周选择权结算 这个结算区间 落在17600点到17700点的 几率比较大 所以我们昨天已经帮大家 考前猜题 那我们看今天怎么样走势 真的 蓝色光光帮大家画出来 17600点到17700点 刚刚好就是今天指数 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 那最后指数收在17642点 那结算价 我认为大概是在17625点附近 这都不重要 重点就是你有在我们群组里面的话 你会知道今天的盘是应该用震荡来看 所以你在早上的时候 开超过17700点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不可以在这边追价 那指数跌到了17600点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我在这个地方也不需要太恐慌 不用去杀低 好那我们刚刚你问了说 你都知道我到底有什么股票涨停满 好害怕 那其实我们手上今天真的有一档股票 就是合金 那他今天我们看到了 大部分的矽晶元族群都有动起来 对都非常强 非常强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早上的时候群组 也跟大家分享了一则新闻 就是关于整个矽晶元的供应 都还是相当不顺畅 供不应求 所以说会有涨价的题材 那涨价的题材这件事情 你说它很意外嘛 其实也没有很意外啦 因为整个半导体供应链 包含是晶元代工啊 然后还有上游的这些 矽晶元的生产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相当看好的 所以我们早在两天之前 我们就已经先进场卡位了 因为在当时其实这些矽晶元的族群 就已经在动起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 像是3016的夹金 前一阵子说 它切入元宇宙 股价就连续喷出 对 那在昨天其实是大跌 大跌9% 但是你看今天整个矽晶元 又重新再起来了 它又大涨7.4% 那比较可惜一点的是5483的中美金 说实话中美金是好股票 对啊 只是你看到它今天涨上去了以后 为什么它会滚下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前面的套劳卖压比较大一点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它今天的股价 相对于整个大盘来讲 还是比较强势的 对 那最后我们再看回来 就是你偷偷知道的合金 对它是一开盘就直接冲上去了 对它一开盘就直接跳空 攻上涨停板 什么意思 如果你在昨天以前你没有买进的话 你在今天是完全追不到 对完全追不到 那中间虽然有打开了 不过最后还是锁上涨停板 那刚刚好我们锁上就有这档股票 对于整个矽晶元族群 我认为在后续我还是相当看好的 因为毕竟整个公平英雄的状况 它不会是在今年就结束 甚至明年公平英雄的状况 都还会延续下去 那包含是合金 它的8寸的矽晶元 最近就是公平英雄 12寸矽晶元的产能 也是持续开下去 所以一定是因为未来相当的好 所以说它才会去开新的产能 那这些股票我认为拉回 也是投资朋友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另外我们在11月3号的时候 提醒大家航空股这件事情 昨天也在提航空股 就是拉回震荡可以找个买点 对没有错 昨天我跟你录影的时候 是不是就这样讲 对没错 没有错 那我们其实早在11月3号就先讲了 那另外操作策略 我们也在月中的时候 因为股价涨一大段 大家不知道怎么操作 对 所以我们也教大家要怎么操作 什么跌坡均线 一些卖半 那到了哪一个位置 可以稍微加码留意一下 这些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其实在今天早上 10点12分的时候 有偷偷告诉大家 这个我就知道 因为我昨天就跟你录影了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一档是长龙行对吧 没有错 我们早上10点12分的时候 虽然说你看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趁昨天拉回的时候 买了一档好股票 那其实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大涨超过4% 先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像品均一样 有在我们群组里面的话 提前卡位 对你一定会先知道啦 而且重点是我们已经录影录了这么多次了 我一直告诉大家什么题材长线看 所以你看到这个线图 你一定下意识的就是2618先敲起来 对啊 那一看就发现对耶 怎么是这一档 所以今天就涨停板了 最后一旁攻上涨停板 那其实我们10点12分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位置 以今天的结果论来看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啦 那就一路攻上去 最后一盘真的是就是打到涨停板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 在我们群组里也很开心 那我们家族也很开心 因为股价涨大家都赚钱 对 所以说那到底航空股后面还能不能继续做 大家又要问一样的问题了 对啊 而且长龙行跟华航到底要怎么选 没有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我相信就是很多人也会想说 华航跟长龙行不是都是飞机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差 那其实你昨天有看我们的节目 你就知道他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于他们的客机就是债人的 跟货机就是债货的 他们的机对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昨天为什么会选择切入长龙行 而不是华航呢 因为其实比例你昨天有跟我录影 你就会知道 昨天的长龙行的股价是比较弱势的 对啊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他 因为我看好他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成长性 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华航他的货机数量是比较多的 他有21架飞机 但是长龙行只有5架的货机而已 只是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有告诉你说 长龙行在这个地方 他会从客机 分不少的飞机过去 他要转成全货机 你一定还记得这段了 当然记得 没有错 其实我们除了整个客机转货机的题材以外 另外大家要注意到 明年的旅客 大家开始买机票的时候 现在整个航空股的营收 都是靠货机在撑的 所以说他们人的机票还没有进来 他们的营收就已经起来了 你要想明年大家开始去做旅游的时候 这些机票的营收再灌进来 他们的状况一定会比现在还要来的更好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长线的题材 股价涨多的时候你就要看 你到底是要按照动能投资 就是强势的时候 我去做切入 或者是你要做价值投资 那就是拉回 靠近月线的那个位置 就是一个值得留意的好买点 其实这些股票的资讯我们都会分享在我们的群株里面 那包含盘中及时这些股价的走势 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偷偷小小打一个pass 那如果像平均你在里面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们也欢迎投资朋友可以进来 我们群组去看这些资讯 那这些东西对你的投资应该会有点帮助哦 谢谢季老师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及时的盘中资讯 记得加入季老师的群组哦 那财经及时通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